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6185號下午快一點鐘 那時光尖塔這個雪之谷暗之源是過11-40的時候可以去打 然後這個8倍啟動是12-40 那當時我過11-40 實力還不夠 那現在我的這個主線進度已經到13張了 所以我覺得 時光尖塔的話你過到下一張再去打可能會好一點 譬如說 我過了11張 11-40之後開啟這個時光尖塔 等我過12張之後我再去打可能會輕鬆一點喔 所以我的角色跟這個上一次錄影比起來算是強化了不少 那先來看一下齁 這一次改編應該說我的隊伍提升哪些東西呢 當然就是女王升到神話了 然後千言是神話一星 那莫莉艾爾呢因為這次活動 這個還有那個什麼 天之英魂卡一口氣 從這個金色蹦蹦蹦升到了這個紅家 那這個龍吧 還是灰夜機 灰夜機也已經上紅色 所以角色提升很多 然後那個女王也開 那個前能 然後 163-161的這個樣子 好那所以說我目前的進度是13-24 我們就來推推看吧 推之前好像又有兩個這個虛寶碼 因為只要說這個 有找這個網紅啊 玩遊戲的話 好像就會產出一個這個網紅相關的這個虛寶碼 首先我們先來一個XM666 喔有喔有喔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DLM666吧 錯了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賴群大家都會很熱心的聽 然後也可以去扒他上面看這個 對換碼的相關文章 稍等一下 XM666 喔 B L M啦 B L M B L M 666 欸有喔這樣子 好這樣就是多賺了一點點的這個資源 好那我們就開打吧 這個時光劍塔勒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沒有辦法一開始你就看到說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這個文章 可是我覺得一開始還是可以刷一下 刷什麼東西呢 文章看不到的話你可以刷酒館 先缺了酒館的角色 是不是你要的角色 他一共會有兩個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酒館 爛爛的 這一個 好像也爛爛的 我覺得至少來一個神魔角色玩吧 但是你如果說實力不夠的話 你在前面刷了半天 結果到了後面你還是卡關了 所以我覺得過個一張再來打 可能會好一些喔 欸這個也 哇 哇這些我都不喜歡 有沒有聖殿跟這個 這個 聖殿跟這個深淵的角色 再看一下 哎呀變肥料角色了 奧斯維爾 奧斯維爾可能還可以 結束 再繼續 我要刷到聖殿跟深淵的角色啊 光盾 兩個光盾喔 好這是一個隆藏的這個這個節奏 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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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個結羅路了 欸好了好了 好開局開局開局 GOGOGO 好開局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喔 光盾 然後我還有劍南希喔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還是用這個一般的這個這個 我自己的陣容 就這個樣子 傑羅路了 啊 傭兵也可以上草喔 那這樣還不錯 跟一個大佬借傭兵的話 可能會好推一點喔 那就 好吧 還是用我自己的女皮士喔 OK我的女王強不少了 應該是 應該這次應該會好一些啦 因為我有讀取我的進度 我之前卡在180級的這個敵人 然後這一次呢 強度強上去之後呢 女王打的傷害就比較有感了 呃 哇 先來個這個後排的好了 因為我的女王是站在後排嘛 前面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刷文章啦 可是你要一直重來很麻煩 所以希望說這一次前面的幾個文章是 是我覺得不錯的文章 好我們去下面打一隻敵人拿一個文章就好 呃 哇 開場獲得60能量 開場獲得60能量 自身回復 一進場我方回復最大生命值 哇這個就不怎麼樣了 這個統靈者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是做什麼 什麼戰鬥結束之後英雄會加入你 好像沒有碰到過 那這個呢這個迷霧的話呢 其實你多玩幾次呢 你走過的地方他就會都 都把他打開囉 好那我們就繼續吧 所以說這個我就先不踩了 那布甲英雄傷害 好我是打女王的 OK 這個 選好了 然後 這邊要不要走啊 這邊要走喔這邊多一個文章 資質龍領的速度增加那就是 龍跟灰葉劑的速度增加 還OK啦還OK啦 然後這邊取得20點行動點 那至於說這些資源的話 能不用就先不要用喔 以防這些東西是可以當作你 最後保命的手段喔 那我們就直接打這個敵人吧 前面普通的敵人看起來 看起來很簡單喔 但是後面這個精英怪一出來 難度會大幅的上升喔 好這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喔 選擇陣營相剋嗎 因為我是女王 所以說 相剋的陣營的話 是騎士聯盟 但是這一場戰鬥 騎士聯盟 不是很多 應該是說敵軍的分佈 還算是蠻平均的 所以 要選哪一個勒 好我決定 我選的這個吧 獲得二文章 看有沒有機會獲得這個八德爾文章喔 好然後我們一到這邊就立刻先存檔 好先存第一個 然後 這個的話我決定借這個傑羅路喔 因為我覺得他的分身可以坦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話呢 我想直接走 我們看一下上面 上面這邊有一個鑰匙 這個鑰匙是做什麼的 好猶豫喔 這邊有四個陷阱 這邊是四個陷阱 我看一下喔 如果是按照等級的話 應該是走這邊 這樣子 等級15級156 如果是按照等級應該是這樣子打 然後這樣子繞一圈 好吧 我們就按照等級打好了 我們往下打好了 因為那個點是180級 但是我那時候 取我之前的檔案 我有測試喔 這個180級我打得贏了 可是我覺得 既然這個官方按照順序的話 喔 巴德文章刷到了 這麼好 我同時有獲得跟巴德 這樣子恢復生命速度就快多了 我覺得官方設計這個等級應該是要你按照順序走才對 這個一定要拿 前後 三次移動不會消耗行動力 三次喔 想想看喔 我如果走進這個黃色的這個地方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 這裡的話 就是拿一個紅色寶箱 可是 這個門打不開 欸 這好用逾喔 藍色的 藍色的門在什麼地方 藍色的門又在這裡 這邊打完之後呢 右邊又不能打了 喔 那怎麼辦 想想看喔 還是我先不要拿 來不及我已經拿了 搞笑了 那我決定 好 直接去打這一隻吧 啊我應該先存個檔齁 我有三次行動力 不消耗 但是我覺得可能要多打幾次 因為你那個不消耗行動力呀 如果說中間你遇到一個小寶箱的話 你去撿的話 那個 就會浪費一次行動力喔 所以現在會看到我的路比較空 是因為說我打了 打了好幾輪 那中間的一些小寶箱已經拿完了 對啊像我這邊選的話呢 邊緣異會 這樣我就浪費一格行動力了 然後傳到這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就沒有行動力限制喔 他是回去之後才會有行動力限制 那一來這個地方呢馬上就會有兩個 兩個超級大的這個buff 所以 所以說這個地方可能要好好刷一下 克制敵方對手傷害加100% 這什麼東西啊 陷入危機 絕殺恢復 我覺得絕殺恢復還不錯 這樣我可以快速開兩個大 然後你這邊打贏一個敵人呢 上面上下又都會有兩個文章 這邊都是一樣 那這個 這個陷阱 他會讓你這個相對應的這個這個這個角色受到傷害喔 包含你沒有上陣的角色也是會受到傷害喔 但是我們可以靠補師把他奶回來 只要奶回來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 我方半場沒有對手我方極速增加20點 這個好了 大家都有極速 下面再選一個 全體敵人受傷回能增加 這個不錯 再來喔 哇再來就猶豫了 再來我繼續打左邊 先把文章拿文再說 上面那個一踩全部的角色都會損血 哎呀 騎士聯盟受到傷害 好 存我的能量 不用能量不用能量 我有巴德跟霍德文章 其實算刷的不錯 這個回能還蠻有感的 好吧那就四魔吧 看能不能機會拿到破五 沒有破五 每10秒鐘恢復 40% 每擊敗英雄我方 可以獲得屬性提升 那我選擇走上面 其實上下應該都可以啦 重點是這邊會獲得一個鑰匙 我在想鑰匙之後是不是在這邊打完之後 再回來開這兩個門 我再拆啦 因為其實開這個門 開這個門沒有必要 因為你可以從下面過來只是踩個陷阱而已 我覺得踩個陷阱還好 不然我們 我們先踩吧 好這個180應該是也都還好 OK血量很健康 哇這個是241級的敵人 有點強有點強 那我們看看下面是怎麼樣呢 我有那個 一個文章是說使用大招之後呢 他會在短時間回復能量 所以你會看到說我女王開完大之後呢 能量會很快 235級 哇235級不好打 180的我就 我就要猶豫那麼久了 沒關係我們先繞個路 啊英雄門受到損傷 好這個大家血量都降到一半喔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的奶就很重要 死掉不行 看來我還是開一下自動好了 死掉就一定要重來了 買的回來嗎 而且這要注意喔 大家的血量一定要在一半以上喔 不然會直接死掉喔 確認一下 我的英雄 有些人死掉是因為說他直接 減半再減半就死掉 那我剛剛 我的龍 我的龍的血量沒有說非常健康 所以我決定保險一點 什麼保險呢 我要吃一個肉肉 我吃一個肉肉 因為他那個陷阱是這個樣子 他會直接扣掉50%的血 如果說你當前的血量呢 沒有50%的話會直接死掉 直接死掉 所以我剛剛那樣戰鬥其實打的不是很理想 因為我在戰鬥結束的時候我沒有把血量控制到 滿的 以防萬一我們 重點是龍啊 然後光盾也開個大招 可以 這樣確認血量過半 獲得封印之劍 這邊應該也是一樣吧 這是甚麼東西 這是傳送點是不是 又受傷了 好 靠打敵人回血 开个大招开个大招 哎呦我的龙怎么大招还没开出来啊 哎呦哇糟糕 嗯好吧那这边应该是都不用打了 啊下面呢下面是什么东西啊 下面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钥匙 暂时我觉得这两只的话一般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大够 我们来摸摸看好了 可以吗 可能可以哦 女王开两次大招 哎呦呦呦呦呦呦 等一下哦 哇我的女王已经开那么多大招了 他们血还那么多 等一下不好不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太困难了 因为本身我的强度就已经是过了一个章节 所以我觉得这样打应该不大对 我们先把这个行动力吃一次好了 好我们先吃完行动力 嗯我们去下面看一下好了 看下面的这边是给我们什么东西哦 我的血量健康吗 哎呦有点不健康耶糟糕 再吃一个肉肉好了 好吃完了 我们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哦 是不是那个钥匙 好快补血快补血 速度不要太快 战斗结束的时候水量一定要健康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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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难道下面都没东西吗 哇又受伤了 哦钥匙哦 还是上下选一个打就好了 然后补个血 空一下 好光盾也溃一下 OK 血量全满的过关 解封之戒不用那么多吧 因为其实这边的门 你不需要用到那个解封之戒啊 好所以说我解封之戒应该是用在前面哦 那我们去前面打打小敌人拿一些文章吧 看可不可以再强化自己哦 好我现在行动力有115非常之多 那我们就不要绕下去了 我们直接从这边穿过去打 哎呦220哦 哇220哦 哎这样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当然是先存档啦 好先存档 呃存第二个好了 好直接打220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大实际 反正我们行动力还可以 我们绕一下好了 呃 战斗入场 我们攻击力 生命高于95%可以获得攻击力20% 这个应该是可以刷 这个应该是可以刷 等一下我们就这样顺顺的走过去 好这是一个比较弱的敌人哦 对嘛我觉得时光尖台应该是这样推才对啊 应该是解谜程度比较高然后 要让你推起来比较有成就感 这样子比较合理吧 好OK 这样过关 然后赶快拿文章强化自己 哇没有破文章哦 全体英雄吸血 好吧这个 攻击力会增加20% 再打5场战斗 欸欸行动力还够 164级 轻松啊轻松啊 呃这个 哦这是普通的文章哦 那就 欸这个急速我是不是已经有了 他这个不知道是累加还是什么样子 没有特别讲 呃客制阵营的我也有了 好吧英雄闪避吧 这个我先不拿 我先不拿 等一下赶路的时候用 好就直接打217级的敌人了 欸 敌人等级是不是下降 刚刚是不是看220级 哦没有啦 这个这个敌人比较弱一点 好自动给他开下去了 自动给他开下去了 自动给他开下去了 嗯 伤害还可以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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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给他开下去 欸可以哦可以哦 水哦 好 嗯 混乱文章 狂怒 欸欸开场加速10秒可以 好拿一个大奖 欸这个好用 哦红知识我记得 我刚刚好200了哦 我可以我可以开龙的这个这个前人呢 前人 欸是龙吗 欸欸欸欸 错了啊 灰夜姬啦 抱歉抱歉 嗯 升个两集好了 200了200了 登登 升级不觉相思 好这样子 升级之后呢 哇 不死靈藥每場戰鬥可以提升到兩次 接下來升級就會用到輸了 我目前把輸都是留給這個女王 暫時就不升了 櫻花祭 潛能這個任務也解了 好我們再繼續打喔 繼續冒險 有東西升就升一升 這個我覺得天平應該是不用 220級打 其實你也可以不打 你可以繞路 你可以利用那個有三次機會的那一個 把這個點繞過去 我覺得是可以的 是誰啊 哎呦 哎呦 糟糕 糗了 我死了一個龍星喔 那怎麼辦呢 我有66點 66點喔 直接去打這個boss 我如果說繞過來的話 我還有 我還有文章可以拿 呃 想想看喔 好 我決定了 繞一下路 繞一下路 好 我決定了 張亮死掉真的是一個一大敗筆喔 死的是誰 灰夜姬是不是 哇 其他角色都死光光了 龍星怎麼跑過來了 是那個同靈者徽章的關係嗎 他跑來加入我了 喔 我有龍星喔 原來是這個意思喔 好 他加入我了 我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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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士已經掛掉了 好吧 那就來一個這個德莉娜吧 哇 這個好爛喔 聯合部落 好啦 前排受傷毀能增加啦 好 我們再繞過來一直一直打喔 好 大招給他開下去了 補血補血補血 龍再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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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兩個文章 受傷毀能應該是會快一些 OK OK 好這樣過了 再獲得20點行動力 這一次我覺得不要打了 好 繞過來不打了不打 投降啦投降啦然後 行動力這個時候又這個時候把它用掉吧 三次嘛對不對 三次的話我第一次先來一個存檔 這是第一次 不消耗行動力 呃 存第3個 然後第2次呢 就是這邊了 其實我也可以去左邊然後吃一個回血 因為左邊啊 這個地方還有回血回能量跟復活 帶滿下 右邊也有 而且該拿的都拿了 呃 上面一個寶箱下面一個寶箱嘛對不對 那我先復活一個角色 呃 哇 他亂復活欸糟糕 他是隨機復活 哇糟糕 他不會復活我的會夜機喔 哇 搞笑了 那我先拿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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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怎麼辦咧 反正 一隻怪用一個溫泉嘛 聖拳很多喔 來來來來來 先拿一個刻印可能比較好打吧 他復活哪些角色 真的沒有復活我的這個復夜機 呃 龍星喔 龍星到底好不好用啊 欸 我還有一個這個神話的卡特琳娜喔 來來來來 卡特琳娜可能好一點吧 欸 我還有神話的喔 對對對對 好 哎呀 哎呀 光盾死掉了 痛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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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哇 有一點危險 有一點危險 哇 龍化掉了 呃 還是不上千言 湊一個光環 哎呦 這樣子有意會光環 那 咦 不要這一隻 這一隻是角色 好啦好啦 許德拉拉你 正好你們兩個是兩個故事的主角 喔 你被許德拉拉住 拜託拜託 控制一下許德拉 哇 光盾直接就 直接就掛掉了 如果光盾可以活久一點的話 應該對戰局有幫助 啊 我沒有復夜機保護他啦 如果說我復夜機還活著的話 我就可以用不死靈藥 算是強制把他撐住 女王再開大 這是怎樣 還是不行喔 好 那 那上面這一隻勒 241級 要不然就是我要重新刷一下這個儀物啦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這樣繞過來呢 拿到儀物 我都覺得不是很滿意喔 我這個241級更強 欸 欸 盪掉了盪掉了 對 真的盪掉 哎唷 天啊 打到盪掉是怎樣 好 再來一次 繼續冒險 對啊 就差兩個大寶箱了 欸 龍 哇 龍還是掛掉了 沒有龍跟我們不能打 這一關太難了吧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不行 我可能要取檔 呃 剛剛是1點22分最後一個嘛 可能是讀1點17分這一個 1點17分的這一個 呃 我覺得要刷一下文章喔 可能刷到個偷攻擊防禦力或是破五 破五石魔吧 哇 這個是不是固定啦 這個我好像有 攻擊力加20% 呃 這個 好 這時候輝夜機還在 我看輝夜機最好還是把 還是讓他活著比較好 哇 所以說文章都固定了嗎 我記得取檔可以刷 看有沒有成套的文章可以提升實力喔 呃 有 有點不一樣 但是這個我也不要 然後取檔 不是獲得能量 好 那這個地方我重刷一下齁 我刷到一些我覺得比較滿意的文章 我們等一下再去打那個boss喔 欸 這個不錯喔 斯庫爾文章 好 這個我喜歡 能夠再拿到他另外一個文章就太好了 邊打敵人的攻擊跟防禦力會下降 如果拿到兩個文章呢下降了之後呢還會跑到我方的那個那個角色身上喔 這樣子我是獲得一個 呃 斯庫爾 降低敵人的攻擊值 也好啦也好啦 但是我比較喜歡防禦值喔 如果說真的 真的只有惡選一的話 我覺得降低敵人的防禦會比較好一點 有嗎 突襲 喔 又是這個東西喔 攻擊力增加 佈置在後排 這個我是不是已經有了 對啊 只是這個比較弱一點 5跟10% 好啦好啦 這個直接加20%攻擊力 勉強用勉強用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普通的文章 再來是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打得贏 這個還打得贏 啊 這個 騎士英雄出現一名騎士英雄 好啦好啦 就給你啦 看光盾你可不可以強一點 然後這一隻 這一隻是不是就不用打了 我就是打這一隻 結果我的灰熱機掛掉 好 這隻不打不打了 直接使用這個行動力 三次嘛對不對 一次 呃 這個文章一定要 所以我這次一定要打 他在回什麼 呃 再借個 好啦 安娜塔西亞 開場加速 啊 開場加速 我方生命越低的時候攻擊力提升 好吧 就這樣子 這隻敵人要打嗎 其實不用打啊 因為我剛剛那個重來之後 我這邊寶物已經拿了 所以不大需要打 只是為了20點嘛 那就不打了 不打了 好 然後行動力夠不夠啊 好像還夠齁 所以你也可以取檔把寶箱拿了之後呢 有一些路你就可以直接跳過了 欸 欸 這樣子 剛剛好 剛剛好 勉強夠 然後存剛剛的這個存檔3喔 欸 夠了 因為你過來不需要花行動力啊 好 換了一個降低敵人攻擊力的文章 會不會好一點點呢 可惜沒有刷到城炮 如果刷到城炮的話應該會更強 但是至少 把敵人攻擊力下降的話 我是不是能夠多撐一下 哇 我的大招已經是拚命開了耶 這個大招不用省喔 因為等一下會有恢復能量的那個那個那個噴泉 空到死大招開到死 屁啦 這太強了吧 我的女王已經開多少次大招了 血還那麼多喔 這也太扯了吧 好 雨天 OK 耶 獲得了這個新的刻印 新的刻印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加什麼的 我記得它是武鬥加刻印喔 呃 獠牙之刻印 蛤 哇 是這麼強喔 普通攻擊額外造成1.5%對手當前生命值的傷害 這個很強耶 直接打生命值耶 那你要選擇普通攻擊多的角色 千炎還蠻適合的吧 對不對 我要先把它擺到競技場上面去喔 競技場上面有刻印的 來來來來 給千炎 給千炎 那這個酒杯也是 也是跟傷害有關係耶 看一下喔 殿前銅玉賽 這個也要射一下 刻印 好 給千炎 給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獠牙的比較有用喔 那這個酒杯的話我覺得有點尷尬喔 範圍在波動 這肯定要到三星才有用 因為三星的話會有15點穿透 可能這樣子的話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好吧 那我們再繼續吧 剩最後一關 最難的一關喔 對 沒錯 應該是最難的一關了 那就先吃個能量 大家是滿能去打 然後 然後 我應該先復活四個人 然後再 再買能量 四個人可能也可以取檔 譬如說我第一隊啊 打一打 把對方打到半殘 然後再用第二隊去收尾 但是你第二隊他復活的角色要 要夠強 如果給你復活一下阿媽阿狗的話 那就糟糕了 好 那我們就開打吧 241級 看一下我有什麼角色喔 喔 我有龍少年耶 我有龍少年耶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在戰鬥中他加入我的吧 還有亞瑟耶 來 龍少年 奧斯維爾 空到石 開大開到石 變龍 刷刷刷刷刷 哎呀 我的揮衣機怎麼掛掉了 再變龍 再開大 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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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個樣子耶 好像蠻痛的耶 天啊 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 不可能啊 我覺得我這樣子應該算是很強了吧 等下換一下 開大招 不斷的讓龍開大招好了 耗斯維爾有普通攻擊多嗎 開大開大開大 欸 火焰機又被秒了耶 怎麼辦呢 火焰機超級重要耶 啊 是不是因為說那個 德莉娜 月琪 他的招式會打到後排去 喔 活下來了 活下來了 放個位置 活下來了 快點 快點 龍少年在開大 哎呀 我呀 我呀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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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啊 嗯 算了 我女王過來好了 女王比較撐得住耶 好 女王在下面 上面會不會 傷害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女王比較耐打一些 哇 女王的血 龍也掛掉了 欸 欸 欸 啊 天啊 哇 哇 我的女王還有喔 可是 可是這樣不行啊 我剛剛那隊應該是我的精華角色 去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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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真的是很頭痛耶 先 先復活好了 難道我還要再刷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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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啊 先復活4個 然後喝一口能量溫泉 喝完了 上陣英雄喔 女王 光盾 光盾 欸 千顏 還有 然後這個樣子 哇 前面那一個好坦喔 那一個 SR的角色 呵 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剛剛還有贏 好 換一下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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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把亞瑟幹掉了 好 我們先把亞瑟幹掉了 哎呀 灰葉機被切死了 看來 那不然這個樣子好了 好不好 女王站在前面 然後我們讓灰葉機 我們讓那個那個千顏被 被許德拉去拉 因為千顏也有不錯的這個 不錯的這個閃 閃避率喔 所以他可能比較可以抵擋許德拉拉人 不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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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死不要死 欸 我是為甚麼勒 真的是很誇張勒 還是千顏沒有辦法 關正好了 卡特琳娜可不可以保護我 保護我一些魔抗呢 對方的那個神器 這隻綠色的鳳凰 算不算魔法傷害 可是這樣子我沒有光環 唉唷 有一個卡特琳娜好像 好像還不錯喔 你只要保持血量健康的話 那個霍德爾跟巴德爾文章 就會幫助你不斷的回血跟回能量 OK 過關了 其實這隻你不打也可以啦 因為 因為剛剛我 我們已經先拿完這個刻印了 所以又來了齁 就剩這個boss 唉好吧 終究還是要面對他 來吧 卡特琳娜加油 卡特琳娜加油 叫出一大堆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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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盜在後面亂 然後我方降低15%的那個魔法傷害 大招開不停啦 唉唷火龍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恩還是不行喔 沒有光盾行嗎 沒有光盾好像 好像應該是更不行吧 把人家控到死嗎 可是 我也沒有這樣的角色啊 奧斯我也拚傷害 拚快速傷害 趕快把敵人收掉 我覺得這樣子有機會 這樣可能有機會喔 好 拼短時間把一隻幹掉再說 減輕大家的這個負擔 然後就不用不用光盾了 我們靠疑問的力量 暈啊 控啊 殺啊這樣子 奧斯威爾 再刷過去 刷刷刷刷刷 唉唷 英格利德掛掉了 英格利德 怎麼這麼撐不住啊 我決定這個能量的去給 換一下好這樣子 能量的我決定給輝夜機喔 輝夜機把大家控住不能動 然後呢同時他們在 暈的時候呢 受到的傷害還會再增加 我記得是25%吧 拜託不要奶回來啊 奶回來的話 再控住 再控全場 哎呀 奧斯威爾 奧斯威爾死去 欸不行耶 啊 對面有卡特琳娜 相當麻煩 亞瑟 亞瑟隊 對這個月旗 好 騎士聯盟 克制部落 你行不行呢 亞瑟 好像 好像更糟糕耶 哇 又當掉了 又當掉了 天啊 好 奇怪我的手機效能是很好 ROG Phone 然後是這個 16G 16G的 看亞瑟不行耶 安娜塔西亞呢 安娜塔西亞也是屬於快弓型的喔 趕快轉進去 對對對 先把德雲娜切死 不行不行不行 這樣子也不行 這個真的太肥了 我還要把他打掉 我還要把他打掉 嗯 光盾 好 光盾加安娜塔西亞 轉進去 轉進去 德莉娜 德莉娜怎麼活下來了 看為什麼身上會有護盾 為什麼你身上會有護盾 不穩 難道我還是要抽到兩個文章比較穩嗎 一個 一個是那個什麼 巴德爾 就是那個 同時降低敵人攻擊力跟防禦力 然後我方會提升攻擊力跟防禦力的那個 好崩潰喔 天啊 我已經過了一個半張了 就實力還是不足喔 你看這個防禦力太高了啦 我的女王跟這個 跟這個什麼 奧斯維爾開大 連對方一隻都秒不掉耶 我覺得 我覺得是有點誇張 不然就是你真的是抽到不錯的角色 譬如說 勞倫斯在場上可以 可以增加大家的攻擊力 好像是8%吧 我要掛掉了 對啊 因為我的勞倫斯不是很強 結果上卡特琳娜好像還好一點 是因為3加2的光環嗎 對我覺得我上卡特琳娜還好一些喔 再控 先把對方的薩滿幹掉 幹掉了幹掉了薩滿幹掉了 我覺得是他們的神器是不是 雖然說他剩兩隻啦 但是我沒有把握我接下來清得掉這兩隻耶 我覺得對面的千顏跟鬼神一樣 白白都是千顏怎麼對面跟鬼神一樣 如果剩一隻的話我可以拼一下 喝一罐能力藥水 然後跟他硬幹 但是剩兩隻我有點怕怕的 哎呀我如果有落加就好了啦 這樣就比較控得住了 這個時候就覺得落加好重要 傷害也重要 但是但是落加有 哇天啊 沒有了 這場更爛 好 那就我再重來個幾次吧 然後打到一個比較好的結局之後呢 我在 我再把他撿進來 不然這樣實在是打得很煩喔 好那就先暫停一下囉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我走錯我走錯我走錯了 去檔去檔你看 氣到走錯點了 好 那就先暫停一下吧 刷了大概 大概20分鐘吧 然後我覺得拿到蠻滿意的 首先是這個 我刷到了哈提 然後還有斯庫爾 這個就劍遠征的這個冰火之劍 但是呢我覺得在 在烈火戰記這兩個文章的效果沒有那麼顯著 然後另外呢 我還刷到了一個這個 暴擊傷害加60% 那其實暴擊的紀律算是蠻高的 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 攻擊力應該是會提升很多吧 好那我們就來上場看看喔 又回到這個熟悉的地方 那我上來是卡特琳娜然後我讓 許德拉上來喔 許德拉是 好像是 我把左邊的boss都清一清了 因為清掉之後呢他會加入你喔 所以呢左邊這邊有一隻敵人是許德拉 打完之後呢他就 進到我的這個英雄清單 那我這邊我讓許德拉去拉這隻角色 因為薩滿這隻角色蠻麻煩的 他會不斷的丟圖騰 那如果說你讓許德拉去控制他的話 場上可能會可以少一些麻煩的圖騰喔 那就這樣子打打看吧 然後 好設定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讓許德拉獲得這個最新的這個刻印 好看看說這樣效果是如何 也是一樣喔拼命開大拼命開大 但是我的許德拉齁 在不斷的控制這個薩滿 讓薩滿不要亂動 然後一直拉一個一直拉一個這樣子 但是其實許德拉他的生存能力 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說 指望他說他去拉到一個這個很強的敵人 然後可以把對方控到死 是有一點點困難的 還不錯齁 好像剩兩個人 像後期啊如果說對付一些比較強的敵人啊 大概許德拉把人家拉過來之後 他自己就會死掉 因為他只要被人家摸一下這個普攻然後差不多就 就掛掉這樣子 但是前期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運用 糟糕 不行也不大順 換個位置換個位置 女王站在下面行不行呢 我需要3加2的光環喔 這樣子我就是上3個自製隆領 兩個 對不起 3個議會然後兩個自製隆領的角色 3加2光環應該還是蠻 這樣不行更糟糕 再換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再換 我們讓 我們讓輝夜機開大 應該是比較好 輝夜機是控全場的 我拉我拉我拉 衝啊 卡特琳娜後面的那個小海盜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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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好先幹掉你一個 一個一個薩滿 開打開打控一下控一下 再補回來 對面卡特琳娜掛掉 但是我也掛掉 等一下 怕怕怕怕怕 呵呵呵呵ание 如果說剩一隻的話我就會 我就會這個這個 讓他結束 五個打一個沒有道理打不贏吧 個是兩隻喔兩隻我還是怕 哇 龍死太快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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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心 我不刷了 我不刷了 如果是這樣子還過不去的話 那我就 我就要再等到實力再有一個大幅提升我再打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只是要多刷幾次這樣子 哇 這個太肥了吧 開打 不行不行不行 好 繼續繼續 繼續繼續 想辦法完美的把敵人幹掉 先把薩滿幹掉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薩滿真的太討厭了 他會去奶對方 這真的很煩喔 所以我剛剛最好的結果就是 對面死到剩兩隻這個樣子 這場還不錯喔 看起來還不錯 撐住啊 女王再開一次大招 好 拜託把千元幹掉把千元幹掉 幹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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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行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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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沒關係 好死就死死就死 等一下我五個打一個 完全打不痛 太扯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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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一個能量 來 喔 貝奧 我 OK 起碼都是SSR角色 好 大家能量都是滿的 這樣子輸就說不過去了吧 我大 你是多強 好 過關了 謝謝大家 好 過關了 登登 好 通關成功 啊這什麼東西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 你是誰 或者說我是誰 我是韋哲斯 未老爹和進攻犬 我就是 我們就是韋哲斯 好 OK 終於結束了 好 所以可以知道 就算我的這個 這個 強度已經這麼強了 然後 打這一關還是打得很崩潰 然後這樣子錄一錄也是錄了快一個小時 好 然後再來是八倍騎動亂了 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送的角色 欸 不錯喔是細顏喔 這隻我後來把他吃掉了 其實有點後悔喔 因為他後排給的傷害還不錯 用來打王打傷害也可以 好 小小小也是這個樣子喔 那就 這個 下一次再錄吧 實在是有點怕了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